致力於提供消費者收視和採購完整分析的尼爾森公司 今日發布以亞裔消費者為題的研究報告 對多元文化族裔社會中成長最快、族裔最複雜的區塊加以分析 報告指出,亞裔社區通過獨特的品味、喜好和引渡流行的消費習慣 對美國經濟和文化產生強大的影響 這份報告探討亞裔在食品、飲品和美容保健產品方面的消費習慣 報告提出深入分析的顯示 亞裔消費能力在2014年達到7,700億元 比前一年成長7% 而亞裔比起一般消費者更有可能購買有機食品 和先評估食物的營養價值 尼爾森社區聯盟和消費者聯系副總裁Betty Lo表示 在亞裔民眾越來越趨向亞美雙文化的同時 他們的文化認同也在重新塑造主流的市場 調查結果亦顯示亞裔願意購買每瓶20元以上的葡萄酒 可能性比起一般消費者要高140% 而亞裔家庭反而護膚用品上的支出 比起一般家庭平均值要高70% 而且亞裔在使用科技、行動裝置和社交媒體方面都遙遙領先 因為它幫助市場、市場製造訊息、品牌、服務 以及品牌 提供的需要在我們亞裔社交媒體的需要 在我們的亞裔社交媒體 天行為視 編輯報道